好了 主要观众带您来看到 这个台米台风真的是越晚风势 是越详细哦 那么在台中海信这边呢 其实上午就越来越有感了 那么刚刚呢 也刮起了这个十级的阵风哦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民众呢 他要下车的时候呢 这个车门呢 风势是强劲到 他连这个车门几乎是关不上的 而且人走在这个路上 几乎是寸步难行 因为这个风势是真的非常的大 旧连领路在车子都非常的有感 那么就连市处里头呢 这个很一整排的机身哦 也被这个强风给整个吹到了 那么预估呢 这样子的风势 其实越晚会是越明显的 那么台中这边也预估了 将近在卫山区 有可能会带来超过 1500毫米的这个雨量哦 所以也要提醒这个民众 千万呢 不要去往山区上面来前进哦 那么明天台中呢 也确定是平班平客了 因此就是要提醒 民众们真的要小心 都尽量是待在家里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直播